我們嘴唇的厚薄 嘴唇厚 就是我們對於感情的重視程度 是特別的特別的高 那像其實康康哥 他的嘴唇也是非常有肉的 那這樣有肉的人 他第一點 他對於自己說出來的話 承諾非常重視 然後第二點 他會 他會同理共情別人 就是看到別人在辛苦 在難過的時候 他心就軟了 軟了就會覺得說 好吧 雖然我可能沒有很富有 可是我今天有這個能力 我就會願意去幫助你 我今天有這個能力 我就願意怎麼樣 我就分你一點點 這樣你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而且他會看著對方 想到自己可能 曾經受過別人這樣的幫助 所以他會把愛傳下去 然後讓別人 也受到他同樣的幫助 他會覺得說 這是他報答以前 曾經幫助過他的人 一種方式 來 我們來看一下手面相 哪些人會為朋友 有情意相品 兩類插刀 廖映霍老師 好 我們來看 會為 其實如果我們身邊 有這樣子的 可以情意相品 兩類插刀的朋友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可是這個時候 我就要提醒觀眾朋友 你要看兩個面向 如果說是自己 有這個面向 可能你對朋友付出 你要守住你這個底線 那如果身邊的朋友 有這樣的面向 那恭喜你 你要好好珍惜 身邊的這樣的朋友 那首先我們來看 就是什麼樣的朋友 他重情 重義 異己 從人 什麼叫異己從人 就是他會委屈自己 去成全別人 那這個就是看我們的眉毛 眉毛要濃 順 密 然後又長 那眉毛看的就是 玉芳姐 玉芳姐的眉毛 在女生裡面來講 其實因為我們都會修眉毛 但是它是很順的 彎彎 長長的 那眉毛看的就是一個 對情感的態度 然後他也包括朋友公 然後包括兄弟公 那如果眉毛這樣子的人 表示他對於感情 是非常非常重視的 那重視感情 而且他對身邊的人 他不會大小聲 他不會用一些 比較粗暴的言語 去跟別人對話 他慢慢的都會 是用溫柔的 委婉的態度 去勸說 去理解別人 那有時候如果別人聽不懂 或是聽不進去 他會想辦法苦口婆心的 就是去勸導 去跟他講 那這樣子的朋友就是 有時候看不下去 他就會跳出來 去為朋友單刀 去為朋友兩肋插這個刀 這個是第一種 那第二個我們來看 它是同理共情 關懷他人 這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就是口寬 然後而且他很有肉 那其實兩位 其實包括我們現場 雅蘭姐也是很有肉的 然後都很重感情 這個我們在 我們嘴唇的厚薄 嘴唇厚就是我們 對於感情的重視程度 是特別的特別的高 那像其實康康哥 他的嘴唇也是非常有肉的 那這樣有肉的人 他第一點 他對於自己說出來的話 承諾非常重視 然後第二點 他會 他會同理共情別人 就是看到別人在辛苦 在難過的時候 他心就軟了 軟了就會覺得說 好吧 雖然我可能沒有很富有 可是我今天有這個能力 我就會願意去幫助你 我今天有這個能力 我就願意怎麼樣 我就分你一點點 這樣你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而且他會看著對方 想到自己可能 曾經受過別人這樣的幫助 所以他會把愛傳下去 然後讓別人 也受到他同樣的幫助 他會覺得說 這是他報答以前 曾經幫助過他的人一種方式 所以如果身邊有這樣的朋友 那也是很幸福的 那第三種我們來看看 這個就是 如果說我們身邊的朋友 他有這樣的特質 第一點是掌心紅潤 紅潤 掌心就是 掌心紅潤的他出手 玉芳姐 超紅是不是 對 玉芳姐的掌心非常紅潤 他對朋友 其實他只要是 劃分在他朋友區域的人 在他這條線範圍裡面 他非常非常大方 這個我們就會說 仗義蔬菜 可能說今天這個房子 我賣你我不賺錢都沒有關係 我就是覺得 你需要這個地方 你需要這個房子 那我其實我可以不用 不用賺你的錢 可能賺朋友錢就覺得說 大家朋友那麼好 雖然說可能你賣給別人 賣給不認識的人 你可能更賺錢 可是你會願意 去幫助你的朋友 讓他得到他可以得到的 例如說房子 或是他的珠寶 然後不用賺太多錢 賺公本費就可以了 所以魚芳姐 他就是屬於那種 大方仗義蔬菜的朋友 然後再來我們感情線 聲明沒有亂聞 感情線是我們手掌上 最上面那條線 它只要夠深夠長 表示你對感情的態度 是非常非常的執著 而且感情不管是 友情也好 親情也好 愛情也好都是 你對感情很重視 像我這邊看 就可以看到康哥的 感情線非常的深 那非常深的人 很重感情 可是要注意就是 如果說你很重感情 有時候對朋友太好 就是我們講 仗義蔬菜 有時候就傷了自己的 我們講說財富 這一點是要提醒注意的 然後感情線深藏 也很愛照顧身邊的人 所以如果說 我們有這樣的特質 我們要提醒自己 守住底線 如果身邊的朋友 有這樣的特質 我們好好的珍惜 身邊這樣子的好朋友 那以上跟大家分享 育豐說 康哥不管發專輯 還是拍電影 有好康的都沒有想到 都沒有想到你 你都很力挺他就對了 對啊 你看他 對啊 你拍電影 不會介紹一個角色 也沒有 對不對 出唱片也沒有我 MV也沒有我 演唱會也沒有我 那個時候 拍電影的時候 他過得很好 而且他吸引了 我也沒有去想過 他還要再出來演戲 對啊 那倒是 你說出唱片 他 他怎樣 他 好好說話 他會唱歌嗎 唱給他聽 他唱那個聽海 我已經 不是 我以非行如下阿蒙 我先跟你說 對啊 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 我公公婆婆 你知道我以前出唱片 然後我想說 他不會唱歌那怎麼辦 我這首歌 需要一個嬰兒的哭聲 我說玉芳姐 你兒子的哭聲 可不可以 傍愛我唱片 然後他就用他兒子 大概十六年前 那很久了 對啊 有想到他兒子 沒想到他就對了 是 對 但是你看他的那個 演唱會 我也是派眾多人去支持 對不對 也是買CD 對不對 我的演唱會 或者是 先不講我的 我只要有要做善事 捐錢 還是說演藝圈 有誰怎麼樣了 我就會打電話給他 我說那個 那個哪一個 我們的朋友 他家虧携蟲 然後他老婆過世了 被燒死了 然後他現在要重新站起來 我想說去慰問他 要帶個十萬塊 那玉芳姐說那我就幾萬 弄一弄我們就去了 然後誰怎麼樣怎麼樣 他都會出錢 所以他把你 算作公益組的好處 恭喜家 因為我覺得玉芳姐 他嫁得很好 你要把他當成藝人組 來 唱首歌給他聽 那一定要 讓他知道我以非習慣 他怎麼會唱歌 一定會唱的 你要唱什麼歌 音樂 好 好 一二四大 哈哈哈哈嘿嘿嘿 我祝你吃到兩千三百五六十歲 誰會唱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哈嘿嘿嘿 我祝你吃到兩千三百五六十歲 哪頭你走馬賽 加雜加雜加雜無味 老公公公公公報表 這也太好了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我祝你吃到兩千三百五六十歲 老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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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她一直以為 自己的個性就是金牛座 妳也在嗎 我在啊 我們在錢貴那一天 我在 對啊 有冰冰姐 菜頭哥 高大哥 你爸媽都來了 有一大堆人 然後幫我過生日 我爸媽說今天不是妳生日 不是喔 記錯了我生日 對 然後從那天開始 我就變雙子座 然後我就開始找水瓶座 然後後來就找到我太太 水瓶座的家庭 還好... 妳有變雙子座 來 許願... 但是什麼都是假的 身體健康最重要 家庭和樂 對... 希望我的老婆和孩子 他們健健康康 大家都健健康康 看到我就等於健健康康 然後專輯 專輯... 專輯大賣 謝謝... 這個專輯 是賠錢的 就祝福更多朋友 但是很多事情 不是現在就會看得到 是 以後人家說 善有上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時後未到 不要都用在惡報 他生日幹嘛講這一句 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做很多事情 都不要是 不要去想現成的 不要急功近利 對... OK 就像這個... 我們這支蜜蜜很重 就像這個生日快樂歌 寫這個歌的人 他不知道離開多久 可是他永遠不知道 他這個歌 他這個作品 後來被大家 變成生日快樂歌 對... 我也希望我的兒歌 可以世世代代傳下去這樣子 好 你是要吹還是... 這個蜜蜜真的很耐 好寂寞的一個收入蛋糕 這個蜜蜜是怎麼牌子的 他收得很耐耶 生日快樂 謝謝... 他剛剛擔心是整人蜜蜜 我很怕這個是要... 突然爆炸 不是啦 不會啦 沒看我們站這麼近 怎麼會 沒事 生日快樂 謝謝... 謝謝 難怪你不要給玉芳唱歌 但是他不用用歌聲 跟你相聽啦 用實際的力量 沒有啦 講到玉芳姐 她說聽話嘛 我有很多事情 好處都沒有想到 其實他就是 不會計較的人 所以他的福報就很好 因為我的肌力很好 然後他就是一直都是 看起來都是非常的健康 然後非常的美滿 開心 開心 對